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一條另一位帥哥們 我們好辣醫師團 健康資訊不斷的更新 天天都有新的資訊 及問題發生 哪些才是有用 而且正確的呢 今天好辣醫師團 將一一為你解答喔 來 好辣軍團們 又要為我們分享 什麼自身經驗呢 大家好 他們的資訊不斷的意義更新 天天都有新的資訊 看前面就可以得到很多新資 如果最有很多認知的觀念 大家都慢慢不正確 今天要來分享 還有哪些顛覆你的印象的研究 第一個就還蠻顛覆的 第一個是 屁股大 好處多 肥臀 腿粗 較健康 要怎麼講 以前人看媳婦一定是看 有聽說要好像 比較會生 要臀大 你如果骨瘦如采 你的孫子就覺得 可是也有一種狀況 就是如果你這邊太大的話 你的膝蓋很容易受傷 確實沒錯 可是你生小孩 這個是比較好的倉庫 對 沒有 但是我最近 但是你生完要恢復這樣 對 我最近有發現一件事情 因為我最近有去醫院 然後所有的症狀就是因為 我太瘦了 是嗎 對 因為很容易影響到腰 對 就是 好像以為你在炫耀 沒有 你在炫耀的感覺 沒有 他叫我吃吧 那天天如果你落到 就身體不舒服 他就要去看醫生 對 他就是因為太瘦了 女孩子聽到腿粗 大家就覺得好可怕這樣 對 然後就會覺得說 腿很粗的人其實不健康 但是實際上 包括就是說 美國的席刊研究 還有甚至英國 牛津大學研究 甚至中國一些研究 他們都有發現一件事 就是說 當你腿夠粗的時候 發生 糖尿病 高血壓 心臟病癌症的比例 都比較低 甚至腿細的人 發生這種風險的比例 會高於這種 是 你看到每次他們節目中 女生這個大腿粗的 是的 都是運動員 對 這幾年其實 最大運動的觀念也不一樣 以前很流行 很瘦瘦 很苗條 很細的 膠腕 現在完全沒有 因為現在流行的是 是需要有結實 有運動力 它是健康的 對 健康的 很多人都不健康嗎 我們現在也講 就算不運動的人 其實 現在有越來越多研究發現 就是說 內臟旁邊包圍的脂肪 的量越大的時候 其實你發生 代謝性疾病 心臟病的比例會越高 那給大家一個簡單的 一個準則 這是綜合東西方的一個研究 就是說最好 男生的那個腿圍 要大於55公分以上 大腿圍 大於55公分以上 小於51公分以下 反而是不健康的 那女生呢 就要大於54公分以上 自由保護的一個作用 50 如果你小於50以下 好像加開很漂亮的 反而我剛才講的那些 代謝的問題會發生 這連體重過重的都一樣 我自己有一個 一對母女 剛好她就是來諮詢這種 減重代謝相關的一個疾病 媽媽其實四五十歲 然後女兒就大概20出頭這樣子 那你用想的兩個體型都差不多 然後BMI都大概45左右 做一個所有的一個 初期的一個檢查之後 結果呢 然後呢 女兒已經有糖尿病 前期跟高血壓 那你仔細一看呢 媽媽是屬於那種 就是四肢很多 很比較粗的 然後呢 女兒呢 反而四肢就是像現在的女生這樣 先細先細的 可是她所有的這種 所謂的脂肪都是 囤積在這個中心型的這一邊 而且你看喔 直到這有致肿病人 她BMI是45 那後來接受我們 包括內科的一些治療 一段時間之後 後來即便接受手術了喔 現在已經45年以後了 BMI值媽媽就降呢 大概在23 24左右 女兒呢就降大概24左右這樣 但是媽媽還是維持在 四肢比較粗的一個狀況 但是女兒呢 是整個瘦下來沒錯喔 看起來就比較纖細 可是實際上呢 她只要飲食稍微不注意一點點 她的那個糖尿病前期就有一點 又要跑出來 對 然後那個 而且每次飲食稍微不注意一點 她稍微要變胖的比例 那個趨勢就比媽媽變得比較嚴重 有的人的體質 她的一進去的脂肪 就容易堆積在身體的中央部位的 這一種就先天真的是屬於 比較容易有 比較不健康的一個趨勢這樣 我們骨盆最重要的女生來講就是 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器官是指甲 可是骨盆的大小從有些媽媽的寬的地方來看 其實會跟生產是絕對有正相關的 所以一般來講一個女生的身高 你越高的人骨盆一定會比較寬 這是一個比例的原則 所以有些個子小小的一個那種女生的話 那你懷孕的時候 每次看到那種產檢媽媽來很小 又肚子尖得非常尖 那種身材我們都會有挑戰 那我這次分享一個個案 就是她那時候來產檢的時候 她個子來真的很小 嬌小 然後大概只有140多公分 這女生非常嬌小 後來就我說一直開始跟她講 你體重一定要控制 要不然你會不好生 可是有的媽媽你跟她講 她不見得會真的聽你的 然後慢慢到產檢快要生了 到3839之後 那時候超音波菇 已經菇33314 那我想你這個有挑戰 我說要不然我們就快到育產期來催生 然後後來就是她也願意 因為她自己知道她那個肚子就是 她每次來那個肚子 就算一張桌子放在前面 就可以放東西 那太大了 然後後來就吹一聲 吹了一整天 完全沒有進展 有進展 可是她那個頭就下不來 後來我就跟她講說 你產生沒辦法前進 那你如果硬拚的話 布馬就是骨盆受傷 要不然就寶寶 嚴重的可能骨折等等的 艱難產都有可能會遇到 後來就說那不要 我們就剖腹產 果不其然開完刀出來 順利生下來 寶寶出來三千六 比我們顧得還好 寶寶是還蠻順利的下來 所以其實一個女生的骨盆 會影響到她生產的一個結果的 那這邊就跟大家講一個 如果大家想要好看的這個臀圍的話 大概是身高去乘以0.54 對 那這個是好看 我們看起來是很漂亮的比例 那如果說以健康的話 我們的腰臀比就是 腰圍去除以臀圍 在0.88以內以下 這個都是健康的 所以我們來推算一下 如果一個160公分的女生 她的臀圍要好看的話 大概乘以0.54之後 是這個 對 那34吋 我們回推這個0.88 它大概可以 最多到29.91 是健康的 對 所以你29.91配34吋 這是健康然後好看的 然後這個 就可以讓大家可以做一個參考 那我們這邊有一個案例 是19歲的女大生 她大一剛進去的時候 就是大家驚為天人 立刻就被封為 出遊了一次之後 這個封號就立刻換人了 她怎麼會這樣呢 其實就這個女生 她的腰部以上 都是非常的完美 完美 對 但是她下半身 因為比較粗壯的關係 所以她平常都用長裙或是寬長褲 來這個遮掩 但是這個出遊就是去海邊 穿了個短褲之後 就圓形毕露 然後大家 好像很酷 叫她細花女神 直接改成 阿姆斯狀 好厲害喔 好帥喔 好帥喔 阿姆斯狀 好帥喔 阿姆斯狀 好壞喔 對 超級壞 然後她整個就崩潰 想說我不當細花女神 但至少不要有這麼難聽的錯號 對啊 然後她就很痛苦 然後自己減肥 她是163公分 53公斤 其實還好 就是有點肉肉 她靠自己的力量 減到49 這個阿姆斯狀的錯號 還是沒有脫離她 那後來我們看了一下 在她這個減狀的過程 因為她有在 練這個臀的部分 她就說 為什麼我越練越精實 都沒有瘦下來 我是不是應該要去 用什麼方法 讓這個臀圍下來 但是其實我們估算了以後 她是在一個 漂亮的比例裡面的 然後其實這個部分 讓她看起來就很 只是不是大家想像的那種纖細的 我們就跟她說 是這些人的審美觀有問題 問題 你不要去 就是隨著他們的審美觀 來改變自己的體型 你現在是健康的狀況 而且就像剛才陳醫師講 我們的脂肪堆在下半身 總比堆在腹部好 然後她就想說 真的是這樣 然後後來她就是變成一個 健美女神的這種形象 太完美了 對 不要去 一定要瘦成什麼樣子這樣 剛剛都講到大腿粗 那如果小腿粗呢 小腿粗好 也是好嗎 在供血 它血要打到底 要空底部再打上來 所以人家這個小腿肌肉很重 不是 小腿一定要練肌肉 要不然你的心臟複合 到大腿它會幫助你心臟打血 你心臟就不用複合 對 所以那纖細的人 當然也比較差別 好 我覺得 好 剛開始 最壞四八 然後看下一個 下一個就是 一躺下就睡著 太快睡著 恐是問題 怎麼可能 不是 這樣比較多可能 不是 有一種病是聽了 睡著 睡症 你現在想說一般正常 我要睡覺然後躺下去 十分鐘內睡著 當然是好的 對啊 她講的是有病的那種 我跟你講 睡著 到哪 喝湯喝到一半倒下去 螢幕保護神器 這個太危險 這樣當然就是病了 這種病人我真的看過 我們上次有個同事 他是上班上到一半 他就突然間 睡著了 太容易睡著 有些時候是正常 有些時候不是正常 完全看你身體上的供需 我舉個例子來講 我有一個28歲的一個病人 他就來 他就說 最近戴什麼那個手錶 真的 一直偵測到 心跳只有三十幾下 然後 三十幾下 不是已經快掛了 然後他說還好就還好 但是家人都很擔心 後來整個仔細看一下 它是怎麼回事 他的血壓太低了 他的血壓大概只有 八十幾 舒張壓只有五十幾左右 有時候甚至還會四十幾左右 也就是說 平常有些時候七十幾 尤其在女孩子 在月經來的之後 他流血量比較多的時候 血壓會更低一點點 血壓太低的時候 代表你到腦部的血液循環 就會不夠 到身體上的血液循環 就會不夠 那你是身體在處於一個 低代謝的狀態 那這時候就會容易睡 所以為什麼在冬天 大家這個熊喜歡冬眠 就是你血壓太低 太沒有在循環的時候 你就喜歡躲在那邊睡覺 所以他每天還是要工作 他每天還是要坐在那個地方 站在那個地方 越站 就像瓜哥剛剛講的 血就越容易往下沉 那這時候他的腳 二十幾歲的小女生都很在乎 他的腳就細細的 所以他急血上上來的功能又不夠 所以血壓已經夠低了 他的腳又囤積在下面的時候 他腦袋就昏昏沉沉 所以一看到床 一看到椅子 就睡著了 而且一睡 睡很久 那這種睡很久 還更可怕的事情是 因為你血壓偏低 你睡很久的時候 當你要起來 譬如說我急著起來 是要上廁所 那個心跳又一時跟不上去 血壓又一時跟不上去 你從一個平躺的地方 一站起來 叫做 到腦部的血會更不足 所以他一站起來的時候 有時候就 眼前就一陣冒金星 不過這時候 血壓是怎麼來 就是心跳跟血管阻力 所以心臟一看 你需要血 OK 所以肺炎很多起來了 一起來的時候 他就會抱怨說 醫師 我在睡覺的時候都還好 但我每次一起來的時候 心跳就莫名其妙 好快好快 等刷完牙 那緩和一下之後 又平和起來 正常 所以血壓太低 導致容易入睡的時候 你還是要研究 他到底是 舒眠的 還是疾病的 要做個區分 醫生講說小腿要打血 他看看我 難道我會亂講嗎 不是任保女 按讚 你剛才講他都不相信 上次還有一個新聞說 他一笑 他就睡著了 太熟了 第一 前陣子的新聞 對啊 女生 好特別喔 他會睡著 而且睡得很沉 我們去做 我們那時候下了鑰匙 以為他怎麼了 後來去做了好幾次 每次睡著去量 血壓也很正常 血壓也很好 反正他就要睡 大概兩分鐘左右 然後又醒過來 是啊 這個對不能睡的人 當然是很羨慕他 可是他很不方便 對 別忘了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 並按下鈴鐺 收看我們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采內容嗎 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 我已經在等待 有些微微窄 air 有�도的